欢迎收看生活帮 生活有妙招 生活更轻松 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生活妙招 看看会不会给您带来帮助 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我今天教你用这个矿圈水瓶 把这块搅了 把上面都快剪了 对 你剪了 我来操作 这样可以凉挖的就能重量点算吗 对 我们先把矿圈水瓶上面剪掉 把这块剪掉 然后再一圈一圈里搅 等一下 我们先把第一步完成 好 把头剪了 然后呢 剪平了 剪平 对 那我拿手 好 然后呢 顺着这块 脚 脚都差不多宽了 像螺旋似的 哦 是这样 对 转的圈剪 对 这么宽够不够 够了 两零一宽 够了 好 然后顺着这个瓶子 对 就像螺旋的形状 这么两零米宽的一个宽度 这样顺着剪 剪完之后它中间没有转 是不是 对 这样有什么用啊 这样 然后给它靠到这个衣架上 行 我先剪完 那底部应该会弄了是吧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差不多了 哦 哦 这样已经差不多了 嗯 我就可以直接剪断 好 好 把它直接靠上 哦 再靠到这里面去 直接靠 然后这样转圈 对 因为它之前剪的是这种螺旋转 对 转圈 好 然后找个胶带 把这两边固定住 把这两边固定住 哦 把两头的位置固定 对 对 好 把胶带 我再次 你拿着 我在跟咸肉 拿着 你拿着 把它粘住 然后把那个头的位置 对对 把它粘住 把它粘住 把这个穿在这里 把它粘住 把这个 把它粘住 粘住 这样子 把这个 拿这个 哦,袜子直接穿在眼里 对 我试一下 哦,这样一个圈就可以套一只袜子 这样也能套套的双袜子 确实 如果我们的宽泉水平再大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,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圈可能就会更多,是吧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不仅可以多晾几双袜子 而且我们晾得特别牢固 也不怕风吹 这样风一吹它也刮不好 如果电子机前的朋友们 也有类似的这样实用 又比较省钱的小妙招 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跟全省的观众一起去实现 属于你的那个妙招